Hello 大家好 摸死走生 双双贵阳摸游回来啦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次 开始刷到关于贵阳的事情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贵阳 以及开始喜欢上 这些从小长大尝试 从长贵阳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头衔 叫做爱乐之城 在贵阳的街头随处都可以听到音乐 也可以看到贵阳路边音乐会 非常高兴爱乐之城 给大家带来非常多不同的音乐体验 也希望来到贵阳的朋友 能够吃得开心 玩得开心 好好发现贵阳这座宝藏城市的魅力 我们最高兴爱乐之城 愿意到我相遇 存在如此美的愿意 我们的观点 我要到贵阳 我们来一起共聊天吧 你开始玩 有机叫你们都跟我一起 欢迎 我的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有的还在审批中不止九场 他是内地最年轻的场寻歌手 用音符和灵动的声线温柔了岁月 周深9.29赫兹十周年巡回演唱会 第五场贵阳战如约而至 新专辑还首唱 喜欢他清澈如水的声线 被他深情的演艺所感动 在现场音乐与运动完美结合 听着旋律挥舞这荧光棒 根本停不下来 一票难求 长长秒庆 歌迷们戏虐得自称为 年度卓越抢不到票人 就在16日周深演唱会 集体拉链毕丽 突然就上了热搜 原来是周深贵阳演唱会打了崩吧 在现全军拉链情形 大家尽力且整齐的会舞者荧光棒 跟着歌曲节奏变换速度 而且由于歌曲有一段 速度极快 正常看上去就像是开了倍速 荧光棒轮的快冒火星子了 怪不得深深要提醒大家 不要打到前面观众的头 就这用力的程度和速度 以及现场整齐划一的氛围 很难不砸到前排观众的头 哈哈 不过小编想问 现场的观众手臂真的不酸吗 来来来来来 快起来 小编曲 李宗盛 英雄大拉风把 鞠上最快的马 带着大家的希望从城堡里出发 战胜不受耐心 黄得时而尽力 无数伤痕天真 他们换存生计 F1一层装发开所有包厢 一同共双伴随之一切都像变化 战胜不受一座山洞 梦中的可怕的天牢 一把胸发出包间一动装 我是困兔不达 帮提高的速度是个松 来自困兔不达 帮提高的速度是个松 上身汗的外体 尽头能看上大马马松 我是困兔不达 帮提高的速度是个松 或顾提高的速度是个松 为此 童调将一般Boy 持人情分不停 請餵養9.29核資營養我的觀眾朋友 告訴大家吧 於是 因此 和 一 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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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多人整齐的加速变速 如果说没有集训练习过 恐怕路人是不会信的吧 这训练强度堪比做了一整套天鹅臂 没想到享受了视听盛宴 还锻炼了身体 如果我在现场 恐怕最后手臂都会快跟不上周深唱的速度 看来还要多练 周深演唱会一手打了崩巴下来 又一次完美诠释了何谓行走的CD 周深的演唱会是下足了功夫的 7月14日周深发文写道 回家喽回家喽 谢谢你们陪我回家开演唱会 当初从贵阳出发的小男孩 满满的感谢一余言表 在这个璀璨的夜晚 周深独具魅力的歌声 仿佛时光倒流 感受音乐的魔力 不在现场都感受到了他的光 原以为空灵的声音是进化心灵的 网友直呼 万万没想到除了能看到弱梦大合唱 周深演唱会原来可以这么嗨啊 周深演唱会集体拉链臂力 四万多人一起蹦苗低 手里的荧光棒不仅跟着节奏灰 还能跟着节奏变速 真的超级震撼 贵州文女代言人 周深真强悍 网友我也会唱 搞得去贵州的心又跃跃欲试了 这样的互动真的是带来惊喜了 7月17日奔跑吧 节目中周深谈首个体育场演唱会感受 说自己开演唱会时的心情 感觉整个过程就像是做梦一般 如今完美圆梦了 学会演唱会也是周深奋斗十年的见证 就是从来没有想象过吧 因为然后有那么多人 在演唱会 几万人 那么多人一起在喊你名字的时候 就会觉得好可怕 梦想实现了 就感觉像做梦一样 真是 对 太难了 就感觉像是周深奋斗十年的见证 就感觉像是周深奋斗十年的见证 在如此类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场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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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参与就 我愛你